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想听我们简介的故事 简介的事情就是 前几天 前几天因为一件小事 我们两个吵了一下 我们吵了一下之后呢 我越吵越生气 我越吵越生气 然后后面我就把 我就把简介给改掉了 因为那天是他的 他的不对 他的不对 然后我那天就是会很生气 然后我就 我就偷偷一个人把简介 偷偷改掉了 那天是我说了几句狠话 就你知道吵架的人 他就是会说狠话 然后他给他气的 他半夜一个晚上没回 他在杰森家睡的 然后睡觉自己在那改了第二天 我半夜气的 直接打郭宇航 凌晨三点 我半夜气的 我就把郭宇航给叫醒了 然后凌晨三点郭宇航来找我 陪我聊天 然后聊两天之后 就直接在杰森家睡了一晚 然后那天气的 我一晚没睡觉 然后我就把那简介给改掉了 然后第二天我也意识到 我说的太狠了 然后我就去找他道歉 但是其实因为那天也喝了点小酒 因为那天我们在家看电影 然后边喝边看的 我直接喝了一瓶清酒 不知不觉 我就上头了 然后咱们俩就用一点点小事 先是简单的办 很小的一件事情 先是半嘴 然后后面因为我喝多了 我们越办越大 然后我直接就放了狠狠的话 然后半倒几酒 我就直接气着他半夜 我越直接想走 半夜去找郭宇航 对 过去找我 然后他看我往下 往楼下走了 穿着睡往楼下走了 然后他就跟着我穿着睡往下走 然后就让他发疯 他就那整个小区凌晨三四点 然后他就对人家 那个小区里面大喊 刘聪 你什么意思 你要跟我在一起 然后怎么怎么样 就讲这种话 那超级大声 我都一点都不记得 我那天喝醉了 然后整个小区的保安还来说 说你们在干嘛 你们两个男子干嘛 我那天喝醉了 对 然后搞得搞得超级尴尬 就整个小区 因为《零三四点》很安静 他超级大声在那讲 然后我们就在小区的中间 花园的中间 然后直接跑路 就太尴尬了 不会是因为电影剧情潮起来吧 真的是因为电影剧情 但是不就是因为 我们在看星期三 就是讨论一些什么剧情 然后还看那个 《风吹扮相》也是因为一段剧情 我们俩就是因为 确实是因为剧情潮起来的 因为电影剧情 因为电影跟电视的剧情潮起来的 然后越吵就 吵得乱起 就后面就不知道 把什么事情都拿出来 全部吵 对 反正就是因为电影剧情 因为演员 反正就是很小的事情 就以为我们两个一起来看电影 来看那个《风吹扮相》 后面再看《星期三》 然后因为有点小剧情 我们俩越吵越准了 谢谢 开车去上去买 可尴尬的那好像超级尴尬 你知道吗 我一点都不提 就是把你追下来 然后你一直在打 我们全部都不提 全部都不提 超级尴尬的那好像 他就喝了点酒 然后他就 那当时他喝了点酒 然后他就是 他看不到肿了 之后他就立马 立马在那里 就立马倒在地上 然后他一直吐 又吐不出来 然后看到就很心疼 我就觉得 我心想 你这是演的呢还是真的呢 因为本来我们在看电影说 他没喝多少你知道吧 他就在喝一点点 我感觉就没喝多少 然后他看我一要出门 就立马倒在地上 然后就在那里 要死了 要死了 那你当时怎么不管 我管你了呀 你管了吗 我管了呀 我就把他拉起来 我说要我给你打120 然后你听到我给你 要给你打120 你就越来越凶 越吞着凶 这什么都没吐出来 然后我就在假装 在你眼里 我当时没喝多呀 我当时我真喝多了大哥 但是 但是你说的这一段 主要是我一要出门 你就立马倒下来了 就 就我刚要迈出家门 然后他就立马倒下来 真的吗 对啊 然后就在地上抽出 真的假的 对啊 说明我当时想的是真的 我这么一点都不记得这个 那我就回来 我就很担心嘛 那我就立马打电话给杰森 我打架给杰森说 说 说 我们说来 来我们家 然后陪陪成旅了那天 然后我就一直打架给杰森 然后呢 打完杰森 就我又打给丢丢了 我怕杰森来照顾不好 不放心 我打给丢丢了 那我又打给徐俊南了 说 我怕我老婆真的 他有点喝多了 然后在家里有事 你们来照顾一下他 我要出去一趟 只要是我一出门 然后我就倒在地上 那我真的不记得了 我真喝大了 我那天真喝大了 所以 后面第二天他告诉我 我喝醉了 我说了说的那些话 确实是说的挺不好听的 然后我觉得是我 是我有点过分了 然后 就找他道歉 所以你当时真的还是假的 我哄了他两天 家门两天才哄好的 这真的假的当时 什么真的假的 你当时是真的假的 那些如果 就倒在地上 倒在地上 我都记得不记得 那可能是我喝酒了 就是 就是 就喝酒了就是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一点都不记得 如果是一按照我 就是现在我清醒的时候 想我当时我觉得 应该是陆毅在演的 就是 你点的 他 然后 然后我倒在地上 然后我打完电话给杰森 然后你就打完杰森 打完电话之后 他就立马坐起来说 我好了没事 真的吗 对了你就立马坐起来说 所以说我说 以我现在清醒的状态 去想我当时的 我应该是 我喝醉了 加上然后我就是 就是想 就是有 想留我 想有点想演的成分 那是把演下留下来 对啊 那你们还也没有 那太 太假了 不是太假了 就是 情绪的倒闹我一点 不行了 就当时 哪怕你心里是心痛的 我想了我今天我还是得出去 对啊 我当时就就 又想笑吧 又想笑了 然后又又又又很生气 又很生气 又想笑 然后后面他就他就把那个杰森丢丢 徐静岚三个全部找到来我家 那个徐静岚照顾到我 早上八点 一天晚上 一天晚上 你们吵架那天 嗯 你们可以拿出来说 我们自己说可以说 别人从口 别人口里说出来就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知道我们那天是什么情况 对 我不敢说 下次录一下给家人看行 我下次给你们录一下来 这谁都 谢谢可爱 先录一下可以看他怎么发生 那你真的很吓人 真的吗 对啊 那我们说我们聊的话题 在楼下 你觉得大声都在喊 我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 然后整个小区人都知道 我们两个是一对 你知道吗 我们那大喊 不然凌晨三四点 就说我们两个男的在一起 然后一直在吵 他一直在讲 一直在讲 讲很尴尬 他就越看 就看着 就是 他越讲越大声 越讲越大声 他记得了 我完全保安都怪 那他说你说什么 保安都怪 真的假的 那我是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 你说的这些我完全不记得 最主要是我 我也没问过他那天晚上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了 本来也是我喝醉了 就是 哎发疯发出来的 我就想让他过去 然后我第二天我就很生气 我把我本来当时我还想 我还想把微博取关 我才把他想的是 把那个剪接和微博全部改了 然后后面还是就是想一下 还是算了别这么狠 还是把微博留下来 然后就把剪接改了 先想 反正你剪接上 反正我想我心想的是 反正你剪接上也没我 把剪接删掉吧 我当时我没有我第二天我没有问过他 我们那天晚上到底是发生什么 因为我自己确实不太记得 我觉得过去就过去 哦第二天是 第二天我去排那个想见你去了 那个 今天排想见的我 那个不一定 哦 今天就排想见你了 好 好 好 就让他过去吧 就是确实这段时间压力也大 可能喝醉了之后 就各自 对 各自有各自的压力吧 然后就那天就爆发了 但是我确实是因为喝醉了才说了狠狠的话 但是其实 对然后后面 这两天 我们自己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之后就还好了 我感觉是 我感觉还迈进了一个新的节奏 在新晚喝醉吧 香港人 我感觉还可以 感谢观看